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工作福利也是相当可观的 就拿生孩子来说 产妇有14周的产假 而夫妻双方还有32周的父母假 加起来足有一年的时间可以休息 并且还是带薪产假 是不是非常令人羡慕呢 除了工作福利外 这里的医疗教育体制也是非常令人羡慕的 从小学到大学一路都是免费的 就算去私立学校 政府也会发放大额的补助金来帮助完成学业 不过话说回来 他们政府的钱都是哪来的呢 其实丹麦主要靠对外出口生猪赚钱 据了解 丹麦每年出栏的生猪量 始终高达2000万头以上 说丹麦靠养猪发家支付一点也不过分了 对此小伙伴们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书屏右下角的关注哦